非常感謝各位 又收看我們花彼身世界了 真的好了 Jean叔, 好像今晚特別Hi 特別興奮似的 不是, 我每個星期回來 做花彼身世界 見到這個美女, 我也很開心 我說你見到今晚 昨天問各位嘉賓美女 所以特別開心 你是不是這樣踢爆阿叔 那今晚那個美女真的很漂亮 而且身材頂班 我跟他差不多 是不是 開玩笑而已 很多人都說她是狐狸精托世 那更加要尋根問究了 歡迎各位收看我們這個 尋根問究的環節 今天我們的嘉賓厲害了 就是最近人氣急性 到到傳媒都見到她的李莉莉 歡迎你 歡迎你 別客氣 好... 李莉莉, 這陣子的報章雜誌 真是每天都見到 也有你的新聞 你覺得自己開始很紅 很有運氣 對, 我信不信那些運氣 我信不信那些運氣 屁股又被人刀紅了 為甚麼呢 因為全部都是是非 全部都說我怎麼不好 怎麼不好 我回去檢點之後 他們覺得又不是 那麼多光迷影迷支持我 我又站起來 所以屁股已經腫了 還有, 先排還有一些雜誌 簡直是說你狐狸精托世 你又怎麼看這件事呢 很難怪別人這樣說 因為我早前遇過鬼 上身的真的有狐狸 有個十蚊仔, 有古裝的 試過一次最厲害 就是我的嘴唇這麼大 好像狼那樣叫 叫了二十多分鐘 你自己知道嗎 我當時很害怕 害怕得我不能動 他控制著我 而且手腳也縮起來了 腳也縮起來了 心裡真的感覺到 好像一隻狼那樣 感覺到一排骨 是呀 那狐狸精上山那時候是怎麼樣的 這裡...這裡有一雙狐狸眼 白色的眼 現在有沒有呢 現在還有一點點 尖書, 別看了 這邊還有 但是當時它是有眉、有眼的 是 清了之後它就走了 剩下一點印 你會不會信那些輪迴 前世恩果、金生 或者是果報那些東西呢 其實我自己是很信 因為有神必定有鬼 有很多上家是很準的 準到嚇到你了 其實你滿意現在的運程 和現狀呢? 就說起唱歌腦 我真的很滿意 我短短只有一個月的歌領 但是碟賣到斷了 我自己的私伙都要搬出來 雖然我跟新人長沒有緣 因為太短時間 但是我覺得... 那次飯仔的熱咖啡很煞食 很開心 但是TVB那個珍珍任你點 我已經上了起碼兩個星期 入了項 夢中情人 甚麼人力急升那個 要入了三個星期 我覺得這些獎 已經給我很大的鼓勵了 是… 這樣說到甚麼 這裡我們就請歐師傅進來 好, 歐龍德師傅 又請歐師傅和Lily看看 歐師傅, 請你 請坐… 歐師傅, Lily出道不久了 不過一出道就似乎有很多是是非非的跟著他 是不是他的命很嚴重呢 是呀, 我看過他的命 今年他有很多是非星的 但我不怕 過了立春之後 他運程會轉好 應該會沒甚麼是非的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如果是前世的時候是甚麼呢 我想我前世一定是一個 是一個整天說人是非的人 到今世就被人說回來 報應回來 我受了這些罪 來…我們訪問了圈中人和觀眾 不如大家一起聽聽 他覺得你前世是甚麼呢 前世是甚麼呢 好, 我挺好玩的 前世的人呢 我相信應該是潘金蓮 會不會是狐狸精 貓呢 像狐狸那類的, 真是妖的 她說是狐狸精 豬不穿衣服嘛 是不是才做豬 是小肚子, 挺漂亮的 貓, 眼睛很像貓 像是我嗎 好像挺喜歡唱歌 但我又覺得他唱得不太好 所以學不到 穿就學隻鵝 他對做生意很有興趣 我想他前一輩子 應該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而且為甚麼很成功呢 因為我覺得他挺有腦 在這一輩子也有很多方法出位 在這一輩子裡 還有…我想他當時會是一個挺漂亮 還有有美式運用 我想這輩子前世是一隻牛 為甚麼? 可能他前世做牛、做馬很辛苦 所以今世來到就做人 經常哭 上一輩子, 如果他是屬於超人的家族 一定是一個女超人 但他的裝扮跟超人一樣 把底衣服穿洗面子 這很符合今世你們的妝出打扮 你也有很多東西, 又是花 好笑, 觀眾說豬不穿衣服 動物一隻都不穿衣服 我要穿衣服 我從來沒有不穿衣服 我都沒有拍過脫戲 怎麼可以說我不穿衣服呢 是呀 我穿的內褲在外面的時候 都是全部包起來 穿衣服包起來 對, 內褲放在外面做裝飾品 其實都是一個三角形白色的東西 都不是內褲 請教歐師傅 究竟Lily的前世是甚麼呢 你先看三弟師 我從八十年來推算到 他前世是男人 他的名字叫杜湘成 在1879年出生 他在中國的浙江省杭州市出生 他自有桑母 富足取 繼母只為北牆人 六歲就加入寧引子 出家為和尚 寧引子的和尚 是呀 法後叫做鳥元 但是他十八歲 因為凡心未盡 想還俗 終於潛逃 忠恩就走適延旺 享年之後二十五歲左右 那你怎麼看呢 你前世是和尚 前世是和尚 還猜不到 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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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世的陳如未了 金身真是迎惹桃花 所以在愛情和婚姻方面 都比較反覆 是非是非多 因為一個人有名望 自然就會有人攻擊你 在忠連運 你會一直都會上境 好 那先恭喜你 那我有沒有發現 甚麼遺留到金事 或者胎孕 或者甚麼 他本身就 那個裝作比較 保守 暴露 所以 就算我在 他前面 看到一塊字 或者後面有一塊紙 都不方便 我相信 都說出來 說中也沒甚麼用 因為你也看到 不是呀 我一直來也沒甚麼老 事實上 是來到這裡 是肩膀而已 真的沒有 歐師傅見到你 李莉莉就好 又像阿詹書一樣 沒有 是呀,你怎麼看不到 任何電影都沒甚麼看 那你認為你下一輩會怎麼樣 是呀 我今生身體很差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身體很弱 我下一輩一定是大隻佬 好,那我們看看 那些觀眾 還有一群娛樂圈的朋友 怎樣看李莉莉的下一輩 哪一群娛樂圈的 應該做男人好一點 做女人還是很討厭的 男人吧 因為他這麼了解男人的心意 那當然是做女人 這麼漂亮 做一個普通人 最好就不要像很妖孽那一類 下輩我可能會做豬 因為他的樣子好像很生樣 女強人 做妖精 這次三角下,下輩就做四級 後胎做牛 我覺得很懶 下輩勤力一點 可能是一個很紅的毛突然 也不一定 因為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他擺帖子很厲害 每次在報章雜誌 看見他的帖子都不同 而且也很高難度 通常都是咬了腰,扭了 我覺得他可能是一個很紅 很出色的模特兒 我猜他來勢將會是一個男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今世好像受了這麼多苦 來勢讓他做的男人堅強一點 我猜他有機會可以變成保鮮紙 那些透明膠袋 沒可能變成膠袋 我想他下一輩可能會做小鳥 因為他的聲音很嬌 像黃鷹那樣嬌 又是牛 又是男人 很多東西 這個花款 歐師傅怎麼看呢? 他來世是女人 我仍然是女人 是姓孫在2073年出生的 他會在我們中國香港的九龍沙田附近出生的 因為今生他收得好 家境會不錯 在大學畢業會縱收工商管理 會投身在商界方面發展 將來是一個女強人 在32歲就會結婚 很遲婚 將來會上夫教主 成為一個較為好的女人 那你滿不滿意呢? 對這種… 滿意… 至少不會被人欺負 女強人 是呀 你現在經常被人欺負 是呀 我試過一個聽眾打上來 為甚麼你的聲音這麼笨 你不應該這麼笨 我是天生的 這樣也會被人罵 我也不知道我做錯甚麼 好,謝謝歐師傅和李莉莉 接下來呢 《花編生日假》還有很多好節目 魅力四射的李美鳳 接受最佳情人指數測試 陸影廠內電力十足 究竟他會成為哪一類情人呢? 廣告回來為你揭曉